大家好 我们点开我们收藏的二维码 比如说点那个直话直说 扫描二维码 这不是在手机上打开了吗 然后手机上最上面最右边的三个点点一下它 然后选择在浏览器打开 我们手机自带浏览器 这打开打开了之后 这选择在我们手机上最下面最右边这三个点点一下它 它就会出来个添加书签 我们点一下子 然后如果我们点这个桌面的话 我们手机桌面等一下就有 如果不点桌面的话桌面上就没有 就是在浏览器的书签上有 这样的话就是书签上也有 桌面上也有 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随便改 我们改一下名称 比如说白话佛法啦 法会录音之话之说 佛言佛语啊 因为有很多分类嘛 很多很多个 然后比如说我随便写 改一个吃杯吸舌 他选择这个打勾 就是确定 这样的话 我们的桌面上就有这个了 这不 这就是刚才那一个 桌面上有 然后刚才那个书签在这里 也是点开这个三个点 就最下边最右边的三个点 然后这个书签历史 你点开它 这就是我们存的这些 在我们随便 我们一点进去就可以就看了 非常的方便 如果在桌面上呢 也方便 就是我们一点一点进去 就是我们要看的这些内容 如果存的有很多的话 太占桌面的话 可以把它一个个放进来 把它们一个个移进来 添加 这样的话都进来了 这样的话就方便很多 感恩